早上七點鐘 開始接狗了 十八樓 帶他去尿個尿 剛剛有個人問你們家這個是狗還是豬啊 說長得跟豬一樣 太逗了 話說啊 昨晚弄那個運費模板 弄到了一點多 最後我測試的時候 我不是那個模板設置成 江澤戶包油嗎 到最後弄出來 還是要運費十塊的 這個到底是為什麼呀 哪裡出錯了呀 高了 差不多快兩小時 還是給 沒弄好 看來今天還要重新再搞搞 這個電商啊 尤其是沒做過真的 蠻複雜蠻難的 你們聽聽這裡鳥語花香 人家在溜鳥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我們家這個地方 一般我溜狗 因為我們家這兩個狗都到這個地方溜 環境還是很哇塞的 對不對 都說了 回去吃個早餐 等我要去店裡 店裡面一幫毛孩子還在等著呢 這個研究了半天 這個運費模板啊 我感覺好像還沒改好 哎 這東西咋搞的呀 真的是 我明明設置了這個江澤戶包油的 到最後還是要收快遞費 這東西 怎麼弄呢 這個東西啊 頭都大了 有沒有誰知道的 告訴我一下 不說了 準備幹活了 記錄錄長 分享精神之間 如果有喜歡的 記得點贊關注 轉發收藏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